如果要走一輩子的話 如果只是玩完的話沒關係 那這樣會養不起喔 大家好我是一楠 我的壽司 我們今天要來訪問什麼問題呢 女生會不會在意自己的男朋友 賺得比他少 我會希望至少跟我一樣多啦 如果比我少的話 我會很慌張耶 我女朋友如果賺得比我多的話 我覺得可以耶 真的嗎?那你不會壓力很大嗎? 我蠻喜歡很有能力的女生 賺多少啊?一個月啊 少少 女生有一萬塊啊 很棒很棒 加油 那我們來中去問問看 Let's go! 薪水啊比你們少的話 會不會在意 會 我覺得他要持家所以要賺多一點 他這樣會養不起的老公 我是溫厚希望老公要養你對不對 負擔家庭吧 應該要照顧小朋友啊 至少要多一兩萬包啊 男朋友薪水比你低會不會介意 不會 但是要有上股 不能一直按一次照顧 你會不會在意 會 不會喔 為什麼 我可能想要的禮物他可能去幫他買 那他會有壓力 喔 不想幫他有壓力啦 不會耶 不會 就是 互相幫忙 互相幫忙吧 如果要走一輩子的話 如果只是玩完的話沒關係 喔齁 是這樣區分的啦 老公很像最在意 認真的話就要 說你幾萬 幾萬一下 至少也要單倍吧 哇 你說你平常賺三千這樣 還不可以九千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如果他五萬男友大概十五到二十 你做什麼工作啊 不行 喔 你看他戴H的耳環就知道 他生活是有品質的 好啊好啊 好啊 你看 喔 太厲害了耶 男朋友平心得比你少 你會不會在意 當然會啊 一定要比我厲害 我才會欣賞他 我才會跟他來一起 我才會喜歡他 是喜歡他 你有辦法接受 你男朋友的薪水比你低嗎 可以啊 低多少可以 他的薪資如果是可以養活自己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 那兩萬八 我覺得兩萬八在台北應該養不活 養不活 三萬五 對 三萬五他也很辛苦 至少四萬以上 四萬多 對 男朋友的薪水很低 不能低超過兩萬嗎 差距有點大 兩萬是他的極限了 喔 不會到很建議 就是 一點點建議啦 沒有我覺得 如果都很恩來賺 然後賺他這個錢 朋友上那些 真的不會建議 建議啊建議 很現實的問題 對啊 要負擔比較多東西吧 多費用啊 不要多費用 好 我們訪問完了 大部分都不太能接受 對 如果要走長久的話 女生都會期待男生可以更好一點 就收入比他高個五千塊也好 這樣子 我也不曉得這樣的觀念 是好 是壞 那大家怎麼想呢 對啊 大家可以討論喔 記得訂閱收視張家瑩 分享給他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